美方执意安排赖清德往返两次过境窜美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领土完整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也是中美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前提和基础 美方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明确承诺 仅与台保持非官方关系 赖清德身为台湾地区副领导人 自我标榜务实台独工作者 篡美期间的一言一行再次证明 他是彻头彻尾的台独分裂分子 美方执意允许赖清德篡美从事政治活动 宣扬台独分裂主张 借此提升美台官方往来和实质关系 再次暴露出美方说一套做一套 顽固奉行以台制华战略 不断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的真实面目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台独与两岸和平稳定 水火不容 是死路一条 纵容支持台独 终将引火上升 晚火自焚 中方再次敦促美方 可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旅行不支持台独 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承诺 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 停止升级美台实质关系 停止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势力 及其分裂活动 停止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中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 任何阻挡中国统一进程的图谋 都注定失败 中方将采取有利措施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